高校市長陳其邁爭取連任 預計將在十號 請假正式投入選戰 而面對國民黨籍候選人 柯智恩 連三天都有藍營的大咖助攻 陳其邁強調 本身的條件比較重要 而柯智恩也說 自己的努力 最後會被大家看見的 市議員二十強九席的高雄市 左營男子區戰況激烈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 柯智恩幫自家人站臺 也要踢自己拉票 藍營大咖更是連三天 難下合體 四號有侯友宜 五號黨主席朱立倫 周日請來前副市長李四川 剛開始不被看好 可是後來經過一番努力當中 也會被大家所來看到 這幾個月 大家在高雄市民應該都知道 不管是口才能力協力經驗 所以實在都比得比我還好 所以這是最佳的高雄市市長的人選 前一天王金平扶選 只柯智恩參選是梅雨塞也好 兩位當事人再還家 畢竟選前倒數時刻 要團結氣勢對外 不能延燒成黨內互打 同樣參選爆炸了第八選區 市議員十七搶發 爭取連任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化身飯綠母雞和台聯候選人同框 擴大友好範圍 立憑年底議會席次要過半 候選人的本身是比較重要的 大家期待是說候選人本身的條件 這個能不能符合高雄未來發展需要的市長的一個條件 不擔憂懶營大咖接力助攻 陳其邁強調個人條件才是選民關切重點 而他也預計在十號請假由副次長代理市政正式投入選戰 記者李選孟昭全 高雄報導 我�� 站上 永遠 群 佈